在一度有这么一个奇葩的年轻人 他从小爱好收集动物的尸体 甚至把鸡头当成了宝贝藏在玻璃瓶里 成年之后他用一根细绳子亲自送走了家暴的父亲 这之后他心中的恶之花无限绽放 接连杀害十几条人命 居然令警方是束手无策 那么这些命案真的就石沉大海了吗 想要了解印度法医如何利用一根头发破解完美犯罪 最新烧脑悬疑电影《法医追凶侠叔说给你听》 故事要从马家屯警长的侄女失踪开始说起 出身名门的官二代小美放学后遭人绑架 歹徒却没有索要赎金 经验丰富的女警金姐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大事不妙 果不其然 次日下午他们就在学校后门的河滩上找到了女孩的尸体 腹部被利刃贯穿 死状相当惨烈 初步调查后 金姐猜测 这很可能是一起恶性连环杀人事件 因为小美出事后不久 马家屯地区又发生了多起类似的凶杀案 被害者们与小美的年纪相同 死因和死状也是出奇的一致 为了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尽快侦破此案 金姐向领导提出了申请 需要一名法医加入到自己的队伍 据料 上头竟只派法医顾问阿杰参与调查 说来也巧 金姐的前夫正是阿杰的亲兄弟强哥 六年前 因为金姐粗心大意弄丢了小女儿莉莉 夫妻俩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金姐带着大女儿娜娜独自生活 两家人从此时不相往来 所以见到前小叔子阿杰 金姐自然是没有好脸色 但不可否认的是 阿杰的能力相当出众 通过对小美衣物上残留物质的检测 她竟然很快还原了女孩失踪前的行走路线 甚至推断小美曾和绑架犯徒步穿过下水道 河流附近明明有更合适的抛尸地点 垃圾场 凶手却舍尽求远 选择核对案的空地 她没法将尸体扔过一米五高的围栏 但是却能顺畅地穿过一米二高的下水道 而且所有案件中的证人都表示现场没有可疑人员 那么凶手很可能不是成年人 与此同时退休刑警老李带着一个DNA样本找到了阿杰 要求将其与马家屯连环杀人案的样本进行交叉比对 原来十年前牛家庄也曾经发生过连环杀人案 当时案件的负责人正是老李和金姐 四起命案发生后 他们分析了凶手的作案模式 推测出下一次行凶的时间 同时封锁了所有的道路 他们在一辆校车上找到了昏迷的受害者 因此将校车司机阿伟作为嫌犯逮捕 但在阿伟被关押的期间 又有同样手法的案件发生 警方从受害者的指甲上采集到了凶手的血样 但与阿伟的DNA并不相符 也就是说他们抓错人了 因为DNA样本的身份无法查明 这些连环杀人案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为了弥补愧疚 老李雇佣无处可去的阿伟作司机 同时四处走访比对DNA 遗憾的是 检测结果显示 DNA并不匹配 调查进行到这儿 似乎是越发错综复杂 不过很快 案件就有了转机 最新的失踪案 又出现了一名母鸡者 他的口供印证了阿杰的猜测 案发当天 他曾清楚地看到 一个男孩用三轮车运送尸体 警方据此展开了全程搜捕 没过多久 与金姐相熟的心理医生 标书便主动提供线索 这个男孩 我见过一面 他叫小智 几年前 因为把两个朋友推到井里 被判了精神失常 送来医院治疗 我当时还在癌症的恢复期 就让杨医生 接受了这个案子 金姐顺藤摸瓜找到了杨医生 对方的口供令他大吃一惊 在杨医生看来 小智不像是个嗜血残暴的怪物 对他的治疗也是成效显著 但两年前 他突然再次发病 弄伤杨医生后 又逃得无影无踪 有了嫌犯的姓名和身份细节 金姐认为抓住小智 这是时间问题 然而就在这时 又一起失踪案发生了 这回有人亲眼看见小智 从医院带走了女孩小花 封锁现场后 阿杰在垃圾桶里 找到了小花咬过的巧克力 并从中检测出身份不明的DNA 化验结果表明 DNA并不属于小智 却和十年前 牛家庄凶杀案遗留的凶手DNA 高度一致 这就意味着 绑架小花的除了小智 还有十年前的凶手 喜丝极恐的阿杰 找到了老李 重返当年牛家庄凶杀案的埋尸现场 他们利用仪器探测 竟然发现了五具深埋地底的骸骨 其中一具还是成年人 可十年前的小智还没断奶呀 哪可能犯罪呢 两起案件的幕后真凶 绝对另有其人 为了尽快查明凶手的身份 阿杰大胆提议 根据监控拍到的画面 收集小花被绑当天所有进出人员的DNA 然后进行检测比对一定能找到混在里面的凶手 在老李和彪叔的帮助下 这项调查计划秘密开展 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搜集涉案人员的DNA 就连自己的样本也不例外 可谁也没想到拍查完名单上的所有人员都没有找到吻合的样本 同一时间警方抓获了小智 他很快招认罪行 是我亲手把他们送上了撒旦的祭坛 嫌犯落网 金姐如实重负 但阿杰发现了端倪 小智认罪的时候又明显的抽搐 头也偏向带有助听器的一侧 他怀疑有人通过干扰助听器操控并洗脑了小智 然而没等男人做进一步的调查 小智在精神病院隔腕轻生 男人当即意识到是凶手在背后捣鬼 他吩咐助手查看监控 助听器的信号范围只有方圆四十米 凶手肯定就在附近 果不其然 一亮可疑的武林红光进入了阿杰的视野 他正要上前查看 突然遇到了偷袭 等他从昏迷中苏醒 映入眼帘的竟是校车司机阿伟的脸 对方掏出手机凝笑道 这一走到此为止了 再查下去你只会发现凶手是你的亲侄女 不过他不是娜娜 而是六年前走丢的双胞胎莉莉 没想到吧 她还没死呢 阿伟接下来的话揭开了一个密谋六年的复仇计划 我什么都没做错 但金姐让我成了杀人犯 我失去了一切 所以我们帮走莉莉把她变成了连环杀手 我们 阿杰瞬间明白阿伟还有同伙 他机智地利用了漏洞 挣脱束缚和阿伟扭打在一起 就在这时枪声响起 阿伟死了 真凶想要杀人灭口 阿杰捡起了手机 钻进了路边的小黄车 一脚油门便追了上去 而另一边 马家屯又有孩子无故失踪 接到报案后 金姐立刻根据孩子的手机定位 展开了追捕 两拨人马在街头是狭路相逢 金姐却带人拦下了小黄车 一头雾水的阿杰 看着警方从后备箱里找到了昏迷的女孩 这次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自己中了凶手的圈套 阿杰白口莫辩 却只能脚底抹油 火速开溜 等调查完所有的线索 两天后 她召集强哥和金姐在老李家碰面 交代了阿伟的复仇计划 听到莉莉还活着的消息 金姐是又惊又喜 她必须尽快找到女儿的下落 好在阿杰是足智多谋 她根据阿伟手机上的定位 很快追踪到莉莉的藏身之处 强哥和金姐前去营救 阿杰则踏上了寻找凶手的路 她约见标书 将自己的调查结果隔盘托出 警方在牛家庄水库挖出的五具尸体 其中一具是成人男性 他头骨上占有的土壤是来自于某家化学工厂 阿杰猜测 这具尸体一开始就被埋在了工厂的后院 有人为了避免被抓将他转移到了水库 而在搜集当年工厂附近的居民名单的时候 阿杰发现标书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绝对不是巧合 听到这儿标书坦然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标书生来就异于常人 他喜欢收集动物的尸体 也因此遭受了父亲的毒打 心里逐渐扭曲 几年前他干脆亲手勒死了父亲 后来妻子的出现和儿子的诞生 让标书病态的心里得以抑制 但天不随人怨 没过多久 妻子病逝 标书也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他看着别人幸福美满的三口指甲 想起自己不幸的童年经历 顿时妒忌心爆棚 决定报复社会 对多名女孩痛下杀手 直到警方介入调查 他转移受害者的时候 被儿子发现 男孩看到血流成河的杀人密室后 心态崩塌 失足坠楼 标书将丧子之痛 归咎到了金姐身上 他绑架莉莉后 本想将女孩 千刀万寡泄愤 但在医院 看到精神失常的小智后 一个更可怕的复仇计划 在标书的脑海中诞生了 他要把莉莉 伪装成连魂杀手 让金姐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 一步步走向绝望 于是 标书再次作案 让阿伟的嫌犯身份 受到质疑 等男人出狱之后 便怂恿他 加入复仇队伍 这之后 他操控阿伟和小智 犯下了一系列的杀人命案 标书满不在乎的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 你根本没有证据 证明我是凶手 文听此言 阿杰笑了 没错 DNA的确是唯一的身份标记 但凡事都有例外 接受过骨髓移植的患者 会拥有两种不同的DNA 头发 皮肤 指甲 属于自己 但血液中的DNA 会变成捐献者的DNA 而患有癌症的标书 就在几年前 接受过骨髓移植 小华被绑案中 阿杰从巧克力包装上 提取的DNA 是标书皮肤细胞的 原生DNA 但用于检测的血液中 则是新的DNA 所以两者才不匹配 要证明你是凶手 我只需要一根头发 眼间计划失败 标书恼羞成怒 他抢夺方向盘 企图干掉阿杰 混乱中 轿车失控 撞上了挖掘机 标书被甩出40米远 阿杰则在安全带的保护下 躲过一劫 反派车祸身亡 主角侥幸存活 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当然不是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 对阿杰提出了质疑 发现标书是凶手后 你为什么不上报警方 我们很难相信 一个想杀了你的人 会死于一场意外 面对审讯 阿杰镇定自若 我是在标书上车之后 才意识到他是凶手的 至于为什么他死了 我活着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系着安全带 这就是我的陈述 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 阿杰嘴角 那一抹难以觉察的微笑 暴露了真相 连环命案 变态杀手 法医追凶 印度犯罪悬疑片 可以说近年来是佳作频出 法医追凶这部片子 开头三分钟的诡异气氛 一度让人以为 是印度版的隐秘的角落 没想到 后面剧情是层层反转 编剧对于细节的把控 也是相当缜密 尽管逻辑上有些小漏洞 但总体是 瞎不掩瑜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我是霞叔 每天一个好故事 下期更精彩的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